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病毒大肆传播 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严禁商店开门营业 尤其是和顾客有密切接触的理发和美容行业 但是当地一名发廊经营者坚持开门做生意 甚至被告上法庭时和法官针锋相对 强调开门营业是为了养家糊口坚持不认罪 为了阻断病毒传播 德克萨斯州禁止所有非必要商业活动开门营业 法刑师路德却公然违抗禁令继续营业 结果被控上庭 本来路德在庭上道歉 以及承诺不在营业就能罚款了事 但是他理直气壮地说相比之下家人和员工更重要 因此还会继续做生意 于是法官判他坐牢七天 路德入狱的消息轰动全美 德州总检察官和共和党议员认为 路德的行为感人纷纷要求法庭释放路德 最新数据显示 德州有超过三万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人数多达884人 同时失业人数也节节攀升 许多人三餐不计 防疫和养家到底哪个比较重要 这是鱼语熊掌的问题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